很多疾病都一样的 只要好好治疗 依然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而发挥良能 带您到马来西亚 认识这位 他本身是肾脏病患 陆祥九 他的工作是开继承车 在他继承车的后车厢里 永远放着一套慈祭制服 只要听闻 哪里有志工人力的需求 他继承车一开 衣服一换 人就马上成了志工身份 洗肾并没有阻碍他的良能 反而替他开启了一条志工之路 客厅 露台 房间和简单的家具 这就是陆祥九一家三口的家 三年前罹患肾病 被医师告知需靠洗肾 才能维持生命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他手足无措 我没有想到威城区 在那里找人家的态 听说小孩有几个几个几个 我才知道没有病 没有走 2009年陆祥九开始进入 槟城洗肾中心洗肾 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 以及志工的陪伴下 不再自怨自怜 他决定投入志工的行列 并接受见习志工的培训 让自己从手心向上的受助者 成为有能力的助人者 将志工服烫好 折叠整齐 放到自己的计程车上 这是陆祥九每天上班前都会做的动作 担任计程车司机的他 工作时间自由 只要此继续要志工 车上的这套志工服 就能派上用场 随时待命 洗肾的病人身体通常会疲累到无法工作 不过为了家计 陆祥九还是坚持每天都要照常工作 这一天陆祥九开着自己的计程车 载了几位志工要去访试 而这群志工其实也都是西圣中心的圣友 带着同理心关怀同样生病的照顾户 大家也比较有话聊 成为志工后 陆祥九看到生命另一个起点 他不善于用言语表达 但他已经用具体行动 体现付出最快乐的精神 大约新闻 郭云彦 黄彦碧 马来西亚冰城报道